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Tracy是导演嘛 不是 导演是什么 我是技术斋 就是技术斋 我原来在电视台里做记者还有编导 哇 我听到好厉害啊 是的 就是有那种孔联顺的角色的话可以介绍给我吗 我真的好想火 我想让你演王大锤 真的吗 完全没有问题啊 我觉得你有这个戏场绝对可以 真的 导演相助你了 看好你了 两个导演都看好我了吗 所以其实这个工作已经可以辞了 我们今天关了不路了 然后直接走 真的吗 你们都这么支持吗 是 不要这样了 人家是有粉丝 我妈还在听耶 今天来说说什么 其实今天感觉心情不是那么特别好 具体原因是为什么呢 如果你跟我一样 昨天买了巴西队 也许你应该就会知道了 然后呢 因为心情的关系后 半场你们俩说 不要这样子 第一次来嘉宾要讲这么多话 其实压力很大 但我知道你原来是不读球的 对 我原来是不读球的 然后一读一个不准 但是我不读的时候都很准 我预测的时候都很准 没有用啊 对啊 考试的时候会知道你模拟考有什么用 就一定是高考那一次成绩 对 我输了大概一两个月 不要说不要说了 对 所以我接下来一两个月就可以到处蹭饭 然后到处求救济 但我知道你有活下去的动力 就是因为你买了今天晚上的 对今天晚上我买的是 然后全输光了之后就跳楼 就是说 Trissy你说有这样的损友吗 大家敢相信吗 交友不胜 我今天晚上买的是阿根廷啦 但大家好像看好的是荷兰多一点 因为裸本太厉害了 可是因为大家觉得阿根廷只有梅西 就是你看我好像那段子 对 阿根廷只有梅西 巴西只有内玛尔 然后但是德国是一整支队 德国有一支球队 对 这就是为什么昨天上个厕所的功夫 进五个球 但问题是什么 就是一般以这种 这种事件的概率来看 一个怎么说 一个冠军它在产生的时候 不会一开始就冠军相十足 你不觉得这个叫什么队 阿根廷 不是阿根廷 德国 荷兰 德国队 不好意思 有点缺氧 德国队已经把他的冠军的这种冠军相用完了 昨天杀得太狠了 我觉得也是有点 我觉得有点爆发太猛 对 但我觉得还是 西班牙 对不对不是西班牙 又要听我的头 其实大家放在都不是很好 不好意思 巴西那个心理防线 被破坏的太快了 进第三热球的时候 基本上就已经觉得 我觉得那个后防的那个漏洞实在太大了 穆勒没有人盯 有没有看到 而且问题是 整一个球队的这种心理的素质 已经完全被击垮了 就是因为队长不在 主力不在 就好像退了 然后后面我觉得他们就是 整个要哭的感觉 就赶快结束 然后德国人还是 我觉得最后还是OK 德里不饶人 你说你进四个五个 就已经稳定胜局 可以了 你在人家地盘上 他不想回家的反正 如果是在中国 我真的不能保证他们的人身安全 打打抢就要开始了吗 肯定的 问题是能不能在中国呀 我早就想过了 中国队唯一进世界杯的方法就是 自己举办嘛 对吧 然后东道主直接进嘛 小组赛又出不去 有这个规则吗 就我们自己制定一个新规则 不是 那个规则就是 如果是你举办的 你就不用比小组赛 直接进三十二场 但问题是有那种 从来没有进过世界杯的 那个足球的 也可以直接进 国家办 办那个世界杯嘛 有规矩说 必须要进三十二场才能办吗 我们三个都反正是业余的 就不知道再讲什么 就越说多 其实是肉馅 对 不要讲 算了 所以就今天的九点开始 其实英国的时间是刚刚好了 中国的人民应该是 熬夜加班请假也要看 最近在网上看到很多 奇葩的请假理由 你们看到没 没有 少装了 真没有 那个VV有一点 怎么讲 无下线 无节操 但是还挺有趣的 请说 就说跟老板请假的理由 就很多嘛 然后 就会说 割包皮 就男生 跟老板说我要割 你这个如果在电视上播会 不会也不会也不会啦 这个也很正常 对啊 那深夜卖药的广告还不是很多 然后呢 那个他说 老板你懂的 那个我老婆觉得太长 然后那老板说 不是 上次我跟你一起去厕所的时候 觉得刚好 我没有想到这个节目的下线有点低啊 无下线的 有下线的 真的有吗 没有啊 你都说了 我是个眼王大锤 怎么会有下线 好吧 我还一直端着 这样子我就很痛 不用完全放开啊 sorry 所以就很多很多这样的 这样的段子啊 这个还算是我觉得 比较好听的 能说出来的 其他的就是 非常非常多 男生能想的理由很多 其实他们都说那个 世界杯也是 对女生 也一个多月 也是挺煎熬的事啊 就是晚上你正在睡觉 然后对门 上下楼下都在大喊 睡啊 之类的 然后就很吵很烦 尤其是老公就会不理你啊 不陪你玩啊 是吧 你想撒个娇什么的 都很忙着呢 看球 除非你也是个球迷 对啊 但是其实真的 女球迷还蛮少的 但我觉得就是女生啊 聪明一点的话 其实应该去学学看足球 这其实是跟你男朋友 或者老公 就是交流一个很好的办法 那你说 男生也开始学逛淘宝怎么办 或是男生也学看韩剧啊 这就是两个人 我觉得这样 互相理解的一个 一个范围在里面 是哦 好那你们先聊 我先去看足球 真的吗 Treezy 你都不知道今天 今天是谁跟谁啊 今天是谁跟谁 我刚刚不是说了吗 你说 你再来一遍啊 OK 那你知道明天吗 不知道 明天要看谁赢啊 不是 你知道明天是几点了 不知道 我刚刚有听到 所以你就不要问我了 对啊 所以其实明天呢 也还是九点的时间 但是最后的决赛啊 总决赛是英国时间的八点钟 所以是太好了 下了班以后回家 是不是 嗯 做一下 拿点甜点准备好 什么呢 开着这么看 但是如果对决的那两个队 是你完全不喜欢的话 我现在对德国啊 心里我真的毫不掩饰了 充满一种愤怒 不能因为钱 把感情搞僵了 这样不好 其实真心不是因为钱 是我觉得 就是因为钱 不要讲 我是觉得 我一直深爱的巴西 颜面扫地 在自家门口丢人丢成那样 你德国赢个三四五个 就可以了 你非得射成七比一 不懂事啊 就是太不懂事了 虽然我替那几个高兴啊 每个人进两个球 在世界杯上那个分 不是已经超过 那个罗大亚多了吗 你知道有很多他的粉丝 我是挺太高兴的 但是七比一这个 我觉得太 你知道今天的那个 巴西的报纸 全部都是写的 什么奇耻大乳 然后就不断地想找 比这个词更严重的 但是找不到 最后他们的 巴西的体育日报 写的是耻辱中的耻辱 我很想知道 就这些那个 队员现在这个心理状态 是怎么样的 我觉得应该很崩溃吧 所以还要 如果还要角逐 第三名的话 我觉得那个心理 要么就是发狠了 一下子在踢很多金球 你知道吗 就是就是颜面 会变态了 有点颜面要绑回来 或者就是已经 就是 崩溃了 但我不怎么看好 就是不管你是信心 特别足 或者特别 不能说信心 就是特别打鸡血 或者是特别 已经很失望了 你都容易找不到一个平衡的心态 你没有平衡的心态 你就很难踢出好球 我觉得 而且下 不过他下一场的话 队长应该能上了 他是两张黄牌嘛 平在一场的话 下一场 在的话应该好点 我是希望他们的战术 能及时调整 所以现在心理比技术重要 你觉得呢 我觉得也是 但是今天晚上 哎 我虽然很多人都支持荷兰队啊 因为觉得他们是万年老二嘛 永远都不是第一 就觉得欠他们一个第一名 给他们好像我心里觉得能接受 但是我看不得梅西要是 疏求 就不高兴 你这样 你怎么这么花呀 都喜欢 没有 我是同情心泛滥 哦 好啦 我是见不得谁不高兴 嗯 希望大家都像中国队一样 反正进不去啊 对啊 然后今天晚上提国祖我们 不提国祖我们还能做朋友 这个以前又说有一道菜 叫那个国祖 然后别人去点 嗯 就是那个臭豆腐炖猪蹄 啊 太有意思了 其实那个今天其实来之前 本来想说聊一聊 中国和英国的夜生活的差异嘛 嗯 就是我们玩的有什么不一样 嗯 但是因为昨天晚上哭了一个晚上 实在是太难过了啊 然后就 不得不先说一下世界杯的问题 嗯 其实呢我们现在说回来 我们那个夜生活的问题啊 最近 好不是我们夜生活的问题啊 提到夜生活这个字啊 在中国其实 挺多的 就听个曲啊 就是老人在外面喝个茶呀 看个戏呀 逗个小孩啊 下个象棋呀 打个扑克呀 或者是年轻人就是 泡巴 KTV 我问一下啊 嗯 老人会在晚上出去下棋吗 这叫夜生活吗 就是喝完 就是吃完饭以后 天还没黑 乘个凉 然后拿个扇子坐在树下 对 那种是吧 那种公园的那种 对 因为我脑子的场景是一个大枣 在公园里面下棋那种 那种不是耍太极剑什么的 对 那是清晨的活动 对对那是清晨的活动 夜晚其实你说老年人嘛 也都差不多 能干的事不多 然后老伴又去跳广场舞了是吧 嗯 那就只能现在自己跟其他老头大爷厮杀一下吗 厮杀一下 但是其实现在有越来越多的老大爷加入广场舞的行业 有有有看到过在队尾不敢站太明显 因为中国人比较低调 就一个老大头老大头老大爷在前面跳不会很奇怪吗 05的好像都是那种特别滑的开的大妈 是 而且会年轻一点然后腰段比较好 那种应该是异校的老师 我觉得 是吗 其实我之前听过一个笑话啊 就说一个人他那个偷了东西 然后他要跑 结果呢 跑跑跑跑 警察就在后面追了 一看着怎么办呀 这哎 这个那个广场中有一群人跳广场舞 就说是混进去呗 然后跟着上去就扭开了 哗哗哗跟着扭 跟着那节奏就开始跳 然后警察来了 这么多人怎么找呀 还有一个人聪明说 一看就那个 然后就很快把那个人抓住了 为什么呢 抓住以后 因为跳的不好呀 刚进去容不进去嘛 然后那个旁边的一个老大爷就对另一个说 这老头 你还不赶紧加油 你看跳的不好都被抓走了 是吧 好尴尬 对啊对啊 就觉得这种还蛮有意思的 而且我妈也加入了跳那个的行列 真的假的 真的 我妈就跟我说 真的聊微信吗 然后就说 好不跟你说了快开始了 然后就去了 但说实话对广场舞这个东西我原来是蛮嗤之以鼻的 因为我觉得它挺 扰民 对 扰民俗 这一方面 是 然后 但是你知道我就英国来了一下之后就接触了更多东西 你再回去看这个广场舞的时候我觉得你的角度站的不一样 因为你出去过来它是另外一个视角 我觉得它特别视景特别有生活气息 是有 就特别我就特别喜爱这个东西开始觉得 真的就说我想去跳但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有中国特色的一个东西 然后我觉得然后我说妈妈你也去跳吧我觉得很OK 真的吗 真的 而且你不觉得里面加入的一些人就是各个方面层次值都很高 不是说一定是什么 我想知道他们谁编舞啊 还是就跟网上学 就比如说神举出来 所以它一定会有一两个带队的老师 那一个两个老师呢一般是社区里面的文艺骨干 对 因为你知道每个社区它原来都有一些活动式啊什么 它有自己组织一些活动 然后社区里面它比如说它知道因为每家的信息都有嘛 它知道那是有一个王老师原来是在一校里教过那个的 那现在退休了那我们去问一下 王老师你愿不愿意我们有一个场地大家一起跳跳舞啊 那王老师有什么不愿意的呢 王老师说OK啊 那先带五六个大妈跳跳 邻居跳跳 然后结果有音乐大家一起跳起来 就越跳越大了 然后歌曲也火了嘛 对对 小苹果 小苹果 我就是现在我跟你讲 上次跟Tracy说 现在流行什么 就我们都不知道 要问我妈最近跳什么 对对对 他们跳什么就流行什么 他们现在在跳小苹果 是吗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记忆里还停留在那个最确民族风 我也就是那个阶段 因为小苹果他在做营销 这个好像就有点专业 就他在网上其实发了很多视频 都是他们自己团队做的 是我看到有不同的人 所以他的理念就是说大妈也可以跳 对 最炫酷的年轻人也可以跳 是 那所以就很多大妈其实用这个舞 广场舞唯一特点就是你有动次大次动次大 那就OK了 确实了 小苹果这个完全就符合了 小苹果就是为这个而生了吧 对对 其实现在想要火 你就是要让大妈们喜欢吗 然后那个每个手机店就开始卖 而且都是超大声山寨机的那种 然后再加上几个铃声就好了 让我唱一下 我觉得你嗓音挺好的 我今天这种烟酒腔 当然我不吃烟和喝酒 就是那个 你是我的小牙小苹果 怎么爱你都不嫌多 是吧 嗯嗯 应该不会讲 对对对 好像是这样的 我上次放过那个神曲 你记不记得上一次 他还配到他自败的一段舞蹈 就你可以学 好像是就挺简单的 就是 我也不太活 网上还有什么小萝莉跳的版 对啊 包括还有小狗狗牛的 其实讲到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媒体营销 他们很聪明 是团队弄的嘛 对他是一个 讲怎么讲 因为他最近有一个电影 我们可以直接讲电影 可以啊 就是那个猛龙过江 对 然后他是筷子兄弟 筷子兄弟出的 然后他在这个之前把小苹果先打出市场 是 大家都去看 大家原来在跳这个舞 到底在干嘛呢 其实小苹果不管他怎么营销 最后引出都是这个电影 其实是一个捆绑的 对 然后现在我猜 这个猛龙过江应该最近上了吧 是在国内上吗 在国内上 大银瓶 嗯 筷子兄弟东宇有东西 可以在大银瓶上了 对 然后 完美啊 这也是新媒体出来的两个兄弟 是啊 我觉得很厉害 很厉害 那你说像万万没想到他们团队 会不会就会做那种 贺岁或者是 完全有可能做大电影 是不是 就有这个趋势真的 教人吗 太想演王大学 太想演孔联顺了 就是众多人心中的女神嘛 是是是 新闻今天有看最新的一集吗 我看了 但是我看了一半没有看了 但是有喷 我看到那点有喷 就是考试作弊的时候 那个拖鞋 不要剧透 先不剧透啦 不要剧透 但是那个好好笑哦 我觉得他们俩两大剧透 超帅超帅 而且那个特效已经是 好太多了 看孔联顺现在已经做很好了 对 关键是有钱了 好美 你进去看吧 好美 我看了大概一半 然后正在上班嘛 后面经理过来了 就立马关掉了 啊 有经理 来嘛一起看 其实我是一口试拍的看完的 就之前我集了好多好多 啊 因为你坐的那个位置 比较隐蔽 其实可以看一天 哪有 我又没有说在单位里看 我之前在家里看的 看立马澄清有没有 哎呦 老板有没有在听没有吧 没有啦 哈哈哈哈 好了我们现在来 先放有歌好了 不如就是刚才突然讲那么多 一下子不知道接下来怎么讲啊 现在先听这首歌吧 缺口 这首歌来自于于成青 是我今天看到的 算是一首新歌 我觉得呢 没好随便吧 这首歌 我觉得好随便 一看就是一个情歌类的啊 但是我觉得是 昨天书球的那个心里的缺口 以及我金钱上的缺口 需要填补一下 我们大家一起来听听看好了 于成青的缺口 希望也能填补你心里的那个缺口了 天亮了 天亮了 你睡了 在唇边偷偷的 中一朵 盛开一百万次的美梦 梦准我想不起来 爱上你的初衷 你用脚趾调皮提醒我 我安听你啰嗦 我充满你爱歌 我们天没有意见 钟情的借口 一杯咖啡过后 留下心动的线索 故事再度漂流在十字节 想和你一起撑伞 漫步于衷 默默牵手走过 你却将伞 拖在风中 拥抱与和我 我们完全不懂 却难以抗拒 说谎都很透明 爱情里需要的证据 矛盾却没力 你就是你 我才能是我 彼此都是彼此的缺口 我安定你啰嗦 我充满你爱歌 我们天没有意见 钟情的借口 一杯咖啡 一杯咖啡过后 留下心动的线索 故事再度漂流在十字节 走 想和你一起撑伞 就是你 我才能是我 就是你 我才能是我 你的想搜索 你的想搜索 我才能攻击 我是奢侈的感受 想和你一起撑伞 漫步于衷 往我牵手走过 你却将伞 抱在风中 拥抱与和我 我们往牵手走 我们往牵手走 却难以划拒 说谎都很透明 爱情里需要的真实 矛盾却没力 你就是你 我才能是我 彼此都是彼此的借口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回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 伦敦华语广播娱乐七天 我是子涵 你怎么 这么温柔啊 我是Tracy 哈喽我是Lily 我就一直想吐槽你 为什么一开始就讲话 大家好 我是谁谁谁 这样子 你平时讲话 根本就不是这样子 然后原心毕露嘛 其实我平时讲话 就像现在这样啊 你少来 你哪有什么港台枪 是在装出来的 其实我有装吗 没有啊 我平时不是就这样的吗 难道你一直跟我有所隐藏 我是一辈子都在装港台枪 就已经完全融入我的生活 现在来了一个课系 你终于接穿了真面目 但是我是一辈子都在装嘛 就一直在戏中 所以说两位导演考虑一下 就有时候偶尔出戏了一下 偶尔出戏了就是 那个 那个嘎的 我们那嘎的人吧 都特实了 我一直特别期待的 梦幻办的对话就是那个 你丑啥呢 丑你怎的 这是我一直期待的梦幻对话了 只是因为在人群中 都看了你一眼 对对对对 然后就在说 长这么漂亮 不让人丑啊 然后这样就可以避免一场纷争吗 我觉得你比较适合东北枪这个气质 为啥 就是气质 但是我是陕西人呢 那干嘛学港台枪呢 不是学港台枪啊 是它已经融入我生活 大概从初中开始就这样讲话了 为什么啊 呃 台 台剧看 是应该是吧 应该是我们那个时候接触台剧 然后听音乐 还有看很多明星的访问 大家有没有 我当时就记得就是很清楚的就是 就蔡依林啊 访问什么就是 大家好我是蔡依林 最近的新专辑咯 就是叫什么 我完全不记得 看我七十二遍 然后希望大家会喜欢 其实我和制作人呢 都还蛮用心的 就这一定要很多这种你知道吗 然后自己就觉得很那个 但是台湾人讲 讲话讲这样啊 它不是刻意的 它真的是这样 是啊 其实我觉得没有错啊 就是加入一些语气用词啊 为什么有那么多语气用词 我们不用 大陆人就一定要说 好 嗯 拜拜 不可以说 拜拜哦 为什么不可以 我就觉得 也不是啦 就像我是杭州人 杭州其实这边讲话的话 其实会经常尾音上有一些啊啦嗯啊 就别人一听就会记住了 所以我觉得很自然啊 嗯 哈哈哈 但是很多人不理解 觉得台湾枪是装出来的 不是 我觉得都是自然的 就拿我的例子 不是说你啊 是台湾 我爸甚至觉得 台湾人自己的台湾枪 就是装出来的 他第一次去台湾的时候 回来跟我说 说诶 我跟你讲啊 我发现台湾人讲话 就是这样的 不是装出来的 就是那个诶 哦 这样子的 我说 其实如果你 你这样的少了 刚看一两个台湾人 可能觉得他们那样讲 有可能是装的 但你后来发现 台湾的艺人 所有人都那样讲 民众也是那样讲的时候 就觉得是自然的啊 还有就是那个爸爸 爸爸去哪里 爸爸去哪儿 爸爸去哪儿 他们里面小朋友 不会装吧 但小朋友也是那种啊 爸逼 就是爸逼 还有那个 我记得最 你看过没 第一季 我当然看过了 就是那个 就是那个 林志颖的小孩 不是叫Kami吗 他去找那个树枝 他不是说 阿姨我要树枝 然后就树枝 但是台湾人 确实讲的是树 就树枝嘛 他们就得支持 其实我觉得 跟米兰语 是有关的 Tracy也分不清 我也不分 他也不分 是个四 是吗 这么严重 就是四块钱 我知道你们那边说 吃饭是吃饭是不是 不是 就是 我有一个杭州 杭州话 不是这么说 但是杭普话是 吃饭 但是杭州话是 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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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听得像上海话呀 上海跟杭州 本来就很近啊 OK 你知道你会讲口东话啊 我们说吃饭 你们说吃饭吗 没有没有没有 吃饭呢 我们是吃饭 吃饭 那是山西人 好不辣 好不辣 就一定要这样混吗 我们刚才讲到说 就是中国的 扯远了 对对 扯太远了 要拉回来 收回来 硬转你知道吗 转不回来 硬转 好硬 真好硬啊 今天真的是找人来砸场子吗 sorry 就是其实中国的那个 爸爸妈妈 他们可能就会干那些娱乐活动 像年轻的一代 就很稀释了 就会去喝酒啊 但是他们的那种club 跟英国的还是有不同 我觉得中国的那种 纯跳舞啊 有没有 一个舞池 其实在中间喝酒那时 大家都是这样 干 这样喝你知道吗 然后进去跳舞 然后就各种扭 然后都爱扭屁股 然后这边的酒吧 好像很多都大家 只是站着聊天 甚至连做都没有想做 的确 拿到外面抽烟聊天 这个感觉我特别强了 其实我 其实我 我就想说 为什么 就是因为 因为我 去到过一些club里面 很多也是都是 跟你所说的一样 都是在扭屁股的 然后我们想说的是 其实club和bar 对 是不一样的 还有pop Chasey是要 你都去的是哪些地方啊 看到都是人在扭屁股 我在里面拍东西啊 酒吧拍需要有 那个饮食吧 需要 但是酒吧拍出来 进度特别好 因为它里面有那个烟 那个烟就可以制造 那种小景色的感觉 就特别洋气 是吗 你去看网上有很多 关于酒吧那种 拍的片子啊 就特别洋气 但是中国那边 拍需要是一样的吗 是一样的 就是我刚想说什么 就是中国 你一听去酒吧 大家第一个概念 就一定是 蹦迪 对 蹦迪是这样 对就是 don't stop 然后 潜台词是 艳语 对 是 一定是 包括我 我刚到英国的时候 我的刻板印象 非常严重 有朋友说 我经常去酒吧 什么的 我就觉得 我觉得也是 我应该怎么这样子啊 生物 我当时真的就觉得 他们是想去找个什么友 然后就那样子一下 但是你到这来发现 酒吧是各式各样的 是 只是我们 刻板印象里 那个酒吧 只是它的很大一类 中的其中一种 还有很多清八呀 聊聊天的呀 对 我觉得我们的刻板印象 应该是夜总会吧 对对对 但是我都没有太去过 你们有去过吗 我有去过 不是指哪种 就 有公主的吗 公主就是 公主其实是 你好纯洁啊 我又不是 我又没去过东莞啊 你就是想说东莞离我家近 对 公主就是 应该是国内的那种夜总会里面 然后他就会点小姐 然后陪你唱歌 公主是指小姐的意思吗 是的 是的 那如果是男的 要叫什么 叫什么来着 牛郎吗 不是不是不是 她小姐不存 不存在那种关系 就是她陪你喝酒 就是陪你喝酒唱歌 但是 不能否认 可能会往那个方向发展 但是她的初衷是陪你喝酒 让你开心 是这样的 就叫公主 所以就是一排老板坐在那里 然后那个妈妈就进来 是 然后带了一排小姐 小姐让你挑 从电影里面看到应该是 一排手 哇 进来 师哥你的姐夫 对啊 很适合我吧 有 你是百变天后 什么都适合 对啊 就是今天就是 还有那小姐占一排 我有看到 就报自己的家乡的省份吗 对对对 就是什么广东 山东 什么什么 广东 广东 对对对 山东啊 什么杭州啊 什么的 对对 然后可能挑 但其实她们讲的肯定就是假的啦 不会那么明确就是 真的是哪里就是哪里啊 这个舞蹈 我听说过就是那个场域 那个风月场所的女生 讲话都不要信啊 就是为了 就是她们每天的生活就表演啊 那个等于是表演 我也没有真正看过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一部电影 是那个贾昌克导演的 叫什么 叫天柱定 看过 对前阵子在这边 不就 在这边 在这边有上映了 在伦敦首映 然后呢 我可能比较声音还早 就在download看了 是 然后 这样说不太好 没关系 我整张陈奕逊专辑都放怕什么 不要这样子 不要这样子 故意 故意你知道吗 拉仇恨 然后里面就有一些 就是 就是叫小姐的场景啊 管事服 对啊 内容就是从那边看来的 我觉得她们服装什么都很到位 对 嗯 你是指什么服装到位 就是比如说你想要的场景 老干部 对 她就是一排的那个 军装的那个小姐出来 然后就穿着一排什么护士装的 对 你抗战的时候的啊 嗯嗯嗯 什么异国风情啊 你点什么场景都有 都是这样子的呀 哇塞 我们俩是大开眼界了 对 而且简直不敢相信 她就消费起点是两千块起 我觉得那种包场景的可能就更贵吧 毕竟你赌球不算什么啦 好啦 那我其实真没输多笑 突然觉得人生都不好了 你们俩聊 我又把这个话题扯到这边来 那其实你们就是周围 如果很多中国朋友的话 他们晚上下班后或放学后 夜生活是干什么呢 在这边 在这边啊 对 我觉得这边很多人挺宅的 就是他有一种 出 有些人啊 出门之后他就有一种强 强大的 家队他有个强大的信誉 他就想回 回家走 你们有没有碰到过 你这说一下班就回家吗 嗯 我呀 我呀 对吧 就宅女啊 我是有一段时间有这种状态 就是一下班 我就是 就是着了磨了就想往家里走 我是还没下班就想往家里走 我是还没出门就想往家里走 不想出去 其实你想我们生活在伦敦就是有这么多各种各样丰富的活动 对 其实照正常的性性格心理来说 对 应该是很想去参加的 就是这位啊 就每天去蹲不同的剧的人 他就是那种不太想回家嘛 你介绍一下这位嘛 大家又没有看见 其实我们一直说stuff是学妹 然后他也是特别白嫩 然后家里有一只狗叫如画长得非常好看 他现在的表情已经非常的严重了 然后就是你基本上来到英国大盘明星 他都被他成功蹲到过 并且索要签名和亲密大仇照 太崇拜了 其实大家可以上他微博去看加个粉丝 他微博叫 咱咱咱咱咱 没有 此处逼逼逼 对 此处逼逼逼 一会儿一会儿你帮我打伤逼逼逼就好了 因为本人要求不要哭 对对对 对然后他就有各种大牌合影 所以我觉得 有时候我觉得他那种人生真的好充实 他都知道今天几点要去哪里蹲谁 就是那种很有很有梦想 就是虽然是很小的一个小梦想 但是就是可以不停地去达到他的那种感觉 就是要到的那个满足感 你是什么东西是达不到的 就是平时我们对 魂上有这种 而且我是觉得是怎样的知识量 才能知道今天谁在哪里 明天谁在哪里 这种信息我是无法收集到 我都不知道从何收集 但他们那个圈子的人就是知道 所以还会信息互换这样子 是啊 而且就他可能算是其中一个吧 就有很多就是那种看那些 Tracy也是就今天一个嘛 就比如说看那些魔幻电影 就很想要收集里面的东西 就比如说魔戒里面那个戒指啊 然后那个剑啊 我是看动漫之后会收集一些小梦 我也是会买T恤啊 抱枕啊 那人家是真的去啊 没有这么严重啊 我觉得就是这种感兴趣喜爱 是一种就还好啦 就比如看到可以买一两个 但那种很狂热的我其实不太能力 我是遇到过两个这样的人啊 有一天在我们家喝酒的时候 那两个就开始聊了 哇就互相聊到很高兴 但是我一句都听不懂 哦 就是那个心里是 对好帅 然后我就完全听不懂 就是我不在的那一场吗 对就是你不在的那一场 然后他们就聊得好开心 我觉得他们是遇到知音那种感觉 就棒一碰即合什么都懂 心有灵犀 然后但是总会有分析点 假如他喜欢一个人 但那个人是黑他的 然后就可能会搭起来 两个人都很懂 就黑他的历史 然后那边就捧他的历史 那你就一个人在那边喝闷酒了 反正我又听不懂你知道吗 我就这个是谁啊 那个是谁啊 我还没有还说 他跟着不许跟你解释 对对完全不 哎呀 连这个都不知道 就是那个谁是谁啊 我觉得自尊心好受创啊 所以我们三个说是那种 下班啊 上学就很想要放假跑 甚至不想要出门的人 然后他们就会很不懂 但是其实有时候 我会是很想 就有一段时间啦 就会觉得说一下 下课之后就很想 出去游荡一下 就不知道去哪里好 但是也不想回家的那种状态 想要被约吗 你们有没有 那我觉得人阶段是不一样 但我至少觉得就是 工作很累的时候 就不想再出去 就想回家 而且我有一个感觉就是 比如说我今天订好了 下个礼拜三和星期五的票 比如说是看我想要看的歌剧啊 我会挺期待的 我说好好好 下周东去看了 当到那个周三的时候 我就觉得 今天要是没有 那个不去多好 我好懒得去 我不想去了 我有点懂你这个 其实人最开心的时候 是在愿望达成的 在前面一小段那个时间 就是 是幸福感最强的 刚订完票 或者抢到票 我就好高兴 那天真的要演了 不想去 那也就是说 写论文最开心的那一下 那就是差一百字的 那个时候吧 写论文是没有开心的时候 不好意思 就愿望达成的 前面的一小段 就前面一百字 从开始布置论文的时候 就开始筹 然后翻书的时候 筹做笔记 写了一段想下一段 写了一段想下一段 好不容易终于完了 又担心会挂 就整个过程 有写就不会挂了 对 是吗 有的是 有会挂吧 有会挂 但是可以找 此处省略恩赠 你把枪抛出来 不能这样说 你知道吗 还是要鼓励大家 多多动手动脑 毕竟家长花那么多钱 培养我们 请拨打 电话 如果有帮助 请留言 然后就四六级请播 什么的 这个暴露 对 为什么我每次都拐不到正题呢 就说下班后去哪里 然后刚才一句话就说 我回家 就结束了 终结了整个话题 但是 就是我没有共同认识的朋友 就是 他们就会下班 就很正常 就是有当地的朋友 就去酒吧 聊聊天 一杯啤酒喝一整夜 特别是最近去看球赛 对 我们的悠悠小姐 对 我们单位的悠悠小姐 就是每天都会去 去看球赛 去看球赛 但主要是因为 他男朋友在那工作 哇 太多了 之一 这样会不会好一点 悠悠在听就完蛋了 不会不会不会 他在看球 对 其实球赛还马上就开始了 嗯 是 可以 其实我可以一边 等一下给大家放歌 然后我们可以在这里看 好 反正阿根廷会赢啊 你确实 如果的话 你明天不会来录节目了 对不对 明天肯定不会上班啦 如果输的话 你想这打击是多大 我想给你打电话 我一定要确保你的安全 对 我可能不会上天台 因为我家楼也不成高 嗯 我那边有天台 但是不是 还有人主动邀约我去跳的 这真是我的好朋友 You drop I drop 真的吗 有四楼七楼二楼的你选吧 呃 就是想要看重伤还是吓吓人 还是真的要死是吗 不能这么说 你知道我妈可是在听的 我们接下来要继续继续聊 还是先放首歌休息休息 放首歌呗 好吧 让我喝口水 你们想听哪一个 叮当吧 OK 我们现在接下来听到那首歌呢 其实是叮当的 我没那么爱你 当我看到这首歌的歌名的时候 我有点混淆 因为它之前那首歌好像是 我那么爱你 还是你为什么不爱我之类的 我爱他 轰轰烈烈之类的 对 但是那个歌名就是 我为什么那么爱你 还是之类的 总之 我还以为是其他翻唱 大家听听看吧 我没那么爱你 是我绝望的动力 已经分无尽是爱还是不甘心 但这多久忍耐着又何意 我没那么爱你 没那么伤心 不过是太多回忆 一时间难以忘记 我没那么爱你 尽管全给了你 就不会你只能求求我自己 你不用那没关系 你不用那没关系 就当是剩辈子 我换的不够彻底 明知你不良心 还是相信你 海上也是我的问题 已经分不够彻底 已经分不清是爱还是不甘心 但这多久忍耐着又何意 我没那么爱你 我没那么爱你 没那么伤心 不过是太多回忆 一时间难以忘记 我没那么伤心 我没那么爱你 尽管全给了你 就不会你只能求求我自己 不过是太多回忆 我没那么爱你 没有你也可以 把你的光环给你 我就舍得放弃你 不配到我爱你 尽管泪流不停 改变不了你 就放过我自己 我从来都属于你 离开你我才能善待我 我才能善待我自己 包括我才能善待我 三个是完全没有人约 不得不已经爆出了家里的地址 是的 其实合适 其实我们刚才讲什么 讲到夜店里的女孩子 然后刚才就听到几个疯狂的 就说几个女生如果特别胸大的话 可以把手机直接塞进去 然后如果来电的话就刚好震动 会被听到 我觉得这个挺酷的 下次的话 酷啥呀 我直接在旁边就被那女生吓死我了 问题这个是 大家都像你这样可以直接塞两个手机 三个手机四个手机 我跟你说塞两个三个四个 只是证明锤的比较厉害 中间啊 中间你如果是够紧致的话 只能塞一个 不是那个 你不要脱衣服啊 不会不会不会 咱们还是有节奏下线的嘛 就是不能漏的不能漏嘛 也没有视频啊怎么漏 对那为什么特别热的时候 出席都是光着膀子录节目 是吗 对因为看不出来嘛 每次我就在这边吐条吐心啊 其实刚刚说到什么 每次深夜啊 就算你不看到足球 你会被不停的刷微博和刷朋友圈的 逼逼逼声就会进行 然后你不得不去刷一下看看 你就知道 谁进了球已经几逼几了 黄牌什么全部都知道 动图立马跟上 也不用再去看什么新闻啊什么的 是就让我心碎的方式有很多种 你知道吗 我昨天晚上就已经挺难过的了 今天早上我在上班的路上去看新闻嘛 要不停的就播报说 七个进球分别是几几时间 谁谁谁进 什么什么角度进 一个一个又说一遍 我当时的心啊 就什么惨败 八粮八粮 我当时就他们讲到那个巴西球迷在那哭的时候 我眼泪快掉下来 我在公交车上 我快掉下来 主要是因为我很同情他们 不是因为钱 哎呀 今天你身外之后 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嘛 你的眼睛飘来飘去干什么 主要是因为钱 他就觉得很心疼 算了啦 今天晚上一定要赢回来 我希望今天阿灵挺赢啊 嗯 是 然后决赛的时候 我跟你讲 我现在敢放出话说 不管今天晚上谁赢 到决赛那场 我都是支持那个球队 就是德国 虽然我以前 还挺喜欢不讨厌德国人 但是他这样欺负巴西队 我真的希望有一个队狠狠地欺负他们一下 看不下去了 真的看不下去了 我会同情弱者 所以我同情中国队一辈子 算了 他们不值得同情 刚才你想说什么来着 你说 就说微信中 大家都会有很多漂亮的微信头像的朋友 然后但是现实中 你有没有那么多的美女朋友呢 这是一个大大的问号 为什么呢 因为有很多自拍神器 或者是修图神器 而且卖得很火爆 对 会一直人手一个 或者你有几个PS用到神级的朋友 绝对有 但这个不太好的吐槽啦 那基本上General来说 总体来说呢 你现在女生发图不批 不可能的 就起码也要把肤色绿一下嘛 对对对 就不叫夜花 那个叫什么 就把肤色自动 磨皮 对对对 磨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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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 叫磨皮嘛 就起码也要磨个皮 所以其实一个女生皮肤好跟不好差很多 对但是照片看不出来 照片看不出来 就是皮肤好的女生开始变得没有优势了 完全没有 而且现在大眼睛有什么优势 你画眼线啊 就是大眼睛啊 还有啊 你那个直接那个美图修处 点点点点点两下就大了 什么眉毛 想要什么就什么颜色 还可以瞳孔放大有没有 有 然后瘦脸 但是现在问题这个最吃亏的是谁 男生 对 怎么办 男生跑上没有 男生如果他一戴美图我就会很讨厌 很明显 就很gay啊 很娘啊 但是你不觉得现在有很多男生也是在化妆啊 戴 戴空啊 然后在 哎 我觉得 我开始不能接受说戴隐形眼镜 我都接受不到 因为有很多戴美图的男生 那就很娘 那就完全不用想 有些戴隐形眼镜我都接受不到 但是我们办公室有 有个男生 他一直戴 我只当你说谁 对 然后我渐渐的就习惯了 我觉得男生 你说他干嘛戴隐形眼镜 就是 就是我觉得男生你眼睛不好就戴框架啊 该男生就有男生样子 你明明就很喜欢人家还说 哎 拜托我只喜欢gay的 有美型男这一角色的吗 但我们公司那个完全不是美型啊 你告诉他是美型男吗 大胡子 大胡子戴美团 对啊 oh my god 然后腿上他有很多毛 就每天在那边自己拔的完 每天拿一个刀在那边披啊 拿刀披啊这样子 不过我觉得 你们之前不知道 有没有看过一个视频 是一个男生卸了妆之后的样子 男生卸妆 你的意思说男生化裸妆 化得很厉害 都让女生看不出他化了妆吗 是 然后他还贴了双脸皮 然后还就是就是把自己都化了一下 然后很 那个效果出来 就是让人觉得是个大帅 这个让我想不到 就是为什么男生可以化到女生看不出来 我觉得这个 那除非他牛儿老师 或者是小凯老师 小gay老师 是吧 我觉得男生如果你看他镜子面前 这样化美了 我会觉得很害怕 现在男生 其实现在我觉得女生呢 其实一个要求已经越来越低了 就最早的时候 我记得以前有一个 谁跟我说某个姐姐 他跟他男朋友分手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老远看到他男朋友在 在用手在脚上磨乳液 从小到小一过 他突然觉得哎呀好娘哦 就分手了 这个我也受不太了 但现在男生 还好啊 问题是只不过被他看到了而已 我也没有看到呢 男生负面膜有没有 肯定有啊 不是我那个 我上大学时候有一个上海男生 然后他就是 他教我怎么样用面膜 然后他也当然会做 你刚刚说的任何东西 磨乳液 包括我感觉他有擦一些遮瑕 在痘痘上或什么 我然后包括他穿内增高 然后走路还有点 有点揪瑕 后来有而且 但是那个男生弄完以后 虽然是上海男生 但他有点矮哦 大概有一七零左右吧 然后但是脸其实还OK 因为化成那样也OK了嘛 但是那个又矮又瘦 然后还要 又settle嘛 要做造型 眉巾还要这样缠 你们就明白吗 就很端着 所以现在危险的是女生 要招男朋友 一定要带他去增桑拿 对吧 增桑拿 增桑拿刚好 大家都互相卸个妆嘛 然后一直 进去的时候 两个都美女 出来的时候不认识 对 但增桑拿 其实男生大多数 是不爱妆的吧 应该要是不爱妆的话 我们都在瞎了嘛 除非就是那个 那个腹肌画出来的 几道阴影 然后是用那个杠子压出来的 就是那个烤箱 为什么我们知道的 不要问我怎么知道的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我是从网络知道的 我也是啊 因为我身边的男生都还 就化妆化妆还挺正常的呀 就你们学校 对对对 激劳很多 激劳很多 对啊 但是好像也没有什么 在我身边 我没有看到 没有什么特别化妆的男生 没有吧 可能是你没有离得的很近 所以你是不是我认识的有 哦 不说了 不说了 下去聊 下去聊 我是觉得一个男生的眉毛过分整齐 就怎么样都应该有点杂美 但是那种过分整齐 但你脑补一下 一个男生站在那里 拔眉毛的画面 就觉得 他也有可能是去美容院 有一个美女 拔眉毛就行啊 那个我会觉得更那个 就是躺在那里 然后几个阿叉 那女的妈吓把她崩 所以我们对比一下 就是如果说中国男生 如果会有点娘的话 英国男生会不会做这样的事情 会啊 英国的脚多好看呀 长腿 又潮 但是你知道吗 他们是化 有些是化妆的 对 然后他们还会 就 眼线 去腿毛啊 然后就做跟女生一样的事情 会去腿毛 然后 好不man哦 对对 你是不是吓到了 他们本来就不想要man啊 对 人家本来就是queen啊 那没有正常的人了吗 有正常的 有 但是 但是都喜欢 他们会脱毛 他们有不收 就觉得女朋友 不喜欢那么多毛的话 他们会去做脱毛 哦对 而且还有一些 有一些男生 就说女生 比如说你自拍拍了每一点 也就算了 有些男生的照片 看上去跟本人一点都不像 这个不能容忍 有 我每天收那么多简历 我当然知道 然后我一看一下照片 我就 招来面个室吧 一看 就是过了几天 哎你好先生 你面试吗 哦是吧 今天约了你吗 您这样 你翻出来 没有 哦好吧 您沙发上请坐 就完全 肤色都不是几个号 不是差一个号 差几个号 结果呢 你知道有一个最坑的 你不是小可以哥来了吗 有一个最坑的 现在其实在我们公司工作 你知道吗 嗯 对 其实你应该在过他的 然后他的那个简历上的照片 我觉得阳光 阳光少男 不能说特别美 但绝对是 好像是打篮球啊 特别有阳光之气哦 又特别小声 比较清秀英俊 结果一来 就我们公司戏称 他是那个守山带王嘛 这是那个戏游记里面 守山的黑熊怪 你知道那个 这个造型吧 但是我们就拿出来 我们就说 你这不是骗人吗 你什么时候照片 他说 哦 这我十几岁的照片 人家也没有骗人啊 那是他啊 但是 就以后简历一定要说 呃 复言 敬照 敏观 你们这么 你们这样说同事 那坏话 好吗 我们不是说我们在哪里工作 我对 大家都不知道我们在哪里工作 大家都不知道我们是谁 哦知道你是谁 不知道 不知道他们也不知道我是谁 不过没关系 不过没有关系啦 他们知道我是谁啊 对啊 Trissey嘛 Trissey 好吧 其实就是我们公司的女生 其实我们公司有一个女同事 我觉得她是很聪明 其实这点不知道算不算聪明 就是她的那个简历上的照片 看起来 我能说就是不好看 你不会说她是个美女 就只能说是一个朴实的小女孩 但是人来了以后觉得 比那个照片好看 有惊喜 我心里反而一亮 我觉得这个女生 先看照片 我当然觉得勇敢 而且够诚实 这样的照片赶扑上来 我觉得这女生 自己有自信 对不对 然后她人一来 还有点小惊喜 那你说 我心里觉得 录她的机率就会很大 但问题是 你是女面试官 不是 我觉得前提是 她之前那张照片 至少要在你的心里的 基本定位上 这就是一个赌啊 对 然后而且我觉得 面试照片 男是女 来面试还是很重要的 对 而且就是照片上 不要让人觉得特别花哨 干净 整洁 大方 得体 是面试工作的 最重要的一个 是 哎你知道 咱们公司 就我们公司 那么多的吐槽 有一个男生 他每次都说 我招人从来不看脸 就是看实力 然后我每次说 哎呀 又有新的妹子发简历了 哎 不看看 讲什么样 有有有 男生是本性 是不会变的 对对对 第一一定要看 长得好不好看 是 莉莉 你们没有 招进来之前的简历 照片都会被大家 传来传去先看的 就要挑 长得好看的姑娘啊 所以莉莉才进来的嘛 啊 那所以是 其实被大家都已经吐槽过了 没有 就说这个姑娘漂亮 然后进来 你真会讲话 嘴巴甜的 好了尴尬了吧 这个你不要这样冷场嘛 我刚才说那个照片和本人不符啊 其实还有好多相亲的时候 拿出来都是艺术照有没有 有 然后那个真人见面的时候还是化妆的 所以觉得人跟人的距离越来越远了有没有 有就是我的真面目 你不知道长什么样 每个人都戴了个面具 但Tracy是真面目 难道不是 撕下来你是Star 你要哪一种撕给你看 现在就差人平面具了 但是我觉得说也是因为这个社会上我们都在以貌取人 所以才会造成这种状况 真的是没有办法 因为大家都是在这个游戏规则里生活 你就必须要去适应这个规则 对 所以我觉得爱美之心无可厚非 就把自己养好看的屁那是没差 但其实如果用在真正的 你看包括现在身份证的照片也可以换了 对 可以重照了 是吗 可以重照了 大家身份证都好傻嘛 好重 就头发一定要弄上去光光的 对对对 我的那个好像还黑白的 有没有 不是黑白 就反正超傻 而且经常好多女生弄出来特别像男生 所以他们一般都会拿一张照片 把原来那个照片给贴掉 但是可以贴吗 就合法的证件好像那样贴 就说不行 我有朋友是这样做的 我不知道 但是可能就为了自己觉得 被抓了 被抓了 没关系照佩佩给他做假的 是 你这样老吐槽人家不好 你不知道我多喜欢他 好是看出来了 我最喜欢那种PS运到神级的大神了 佩佩也是一个 可是佩佩他不会弄自己 他不会花自己 因为佩佩已经很漂亮 然后又很瘦 他不需要做什么 是是 然后他本来就流浪世人的气质嘛 是 就是越 有点 微屌儿郎当的 就越觉得有味道 反而受我的追捧 是是 反正我觉得 PS这个东西吧 无可厚非 但是你不要拿这个去 作为不诚信的一个资本 对 就是一定要 真实 别人做或是学习啊什么 震惊的时候 还是要把真实的一面拿出来 只要是有实力 你先P一下进入去岗位也不错 最怕是那种 谁怎么说来的 最怕是那种P的很好看 然后真去了 又是个花瓶 真的不会做东西 对 是不是 你们单位也很怕 用到这种人吧 我们单位 没关系啊 来的时候就把它炒掉 好看的有好看的用处嘛 是 好看当花瓶 不好看直接就 就是说你把我倒杯水啊 做苦工 对 然后过几天就 你们还说没有以貌取人 还说这个东西不好 其实你们公司 就已经有这样子的现象了 但实际上 这个东西 没有办法 就是作为你的第一门槛 你把自己的门面弄干净了 然后实力提上去了 那就OK啦 就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 长得不好看的女生 性格一定要好 你知道自己 所以现在相处久了 其实长得跟林志玲 或者还是跟 就会忘记了 都无所谓 该吐槽你还是吐槽啊 对对 其实看久了就没有什么 不一样 我觉得 所以你觉得女生选人生的话 是第一眼是看什么 嗯 我觉得是看跟你合不合得来吧 有没有话讲 真是挺 他如果长得不符合你性的要求 你根本不可能想跟他 对 那就从最开始讲 最开始首先 你如果是 先是电话联系 没有见过人的 谈吐也OK吧 对 然后我们真的见到真人了 有思想 清爽大方 我不要求你长得帅 一定要干净 嗯 然后我们在深交的时候 就是大家交流的时候 要有共同话题 对 不会无聊 对 因为毕竟如果大家相处的好事 要生活一辈子的 是 然后我觉得再下去之后 你们就应该去寻找一个 共同的一个 有没有一个 矛盾的调解机制 我觉得就是 你们两个一旦吵架之后 你们回不回得来 嗯 有没有比如说一定是谁会去 先认个错啊 就这个机制能转起来 不会因为 一两在 想好多 对啊 我跟Tracy想的就是 有一个男的就好了 原谅我们俩还没有 对啊 我们原来没有那么成熟的思想体系 是 就觉得有个男的就好了 我还没有谈过恋爱 所以你们聊一聊吧 我先走了 怎么可能 就 对 怎么可能 Tracy会没谈过恋爱 是 我天天都宅在家里 我还期望一个男的从天上掉下来 有啊 那种啊 我们说好 一吵架就喊停 什么东西 忘了吗 知道你说什么的 什么东西 就那个 什么东西 就那个 那叫什么 柯达 他那个 美少女养成的那个游戏 哦 就那一集嘛 有没有看过 其实去写也有啊 好吧好吧好吧 你说好没有秘密 彼此很透明 好吧好吧 好吧 是啊 我今天花了花了二十万 男朋友在家里面 什么 我今天晚上给她打气 什么 哦 头也太深了 我完全听不懂啊 就是我没有往上面想 你猜 你已经漏气了吗 对对对 没有今天刚来 我被打气 受不了了 这次还只能好点呢 好 我寄来的时候会不会很尴尬 不会啊 我又想起第一集了 谁买的空气玩玩 要是孔莲顺 有没有 记不记得 有点忘了 我大概听到你在说什么 我都不知道我在说什么 完全听不懂啊 好了 那我们 就 这样吧 放首歌吧 就放首歌好了 其实这首歌他们当时 还是一个比较不出名的乐团 是那种比较晚走那个小众路线的时候 我还蛮挺喜欢他们的声音 但他们现在已经非常非常大众和主流了 是吗 我觉得好像不怎么有没有 没有 他们现在已经变成那种主流唱片公司 签下来的 不是那种地下音乐节都不去参与了 就是参与会被人虚 我过两天就被解雇了吧 不会吧 这个我想插一句 就是我今天看到一个数据说 就是以后组合会越来越少 这种就是音乐这方面的这种组合 已经开始走下 铺路已经开始停止 但是韩国那不都是组合吗 所以这个就是韩国人说的 以后78%的组合都要关闭 重点是他们的组合太多了 但像优质的是可以 但是现在就是以演出 像比如说他们 应该不是以这种粉丝作为基点 而是作为这种走穴式的话 这种已经活不下去了 这种模式已经到了尽头 你是说凤凰传奇要解散吗 我妈会很心痛的 凤凰传奇还好了 人家做得很好 营销各方面都做得特别好 你没觉得他们有一首歌 就火一首歌吗 那都是神曲啊 对啊 他们可厉害了 没有你 偶尔还是会想起你 重复着熟悉的场景 仿佛我还能听见你声音 偶尔还是会想起你 却不会再停下脚步 也许我已习惯了没有你 悄悄的把眼泪收起 我不想让你担心 在远处静静的看着你 说爱你 你来不及 所有的话 留在心里 答应我 好好照顾你自己 你给我 我最好的回忆 我依然 放在心底 谢谢你 曾出现在我生命里 偶尔还是会想起你 我会好好照顾自己 让回忆轻轻的睡去 偶尔还是会想起你 偶尔还是会想起你 征服着熟悉的场景 偶尔还是会想起你 偶尔还是会想起你 却不会再停下脚步 也许我已习惯了没有你 悄悄的把眼泪收起 偶尔还是会想起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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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我最好的回忆 我依然放在心底 谢谢你曾出现在我生命里 说爱你已来不及 所有的话留在心里 我一定会成为更好的自己 你给我最好的回忆 我依然放在心底 谢谢你曾出现在我生命里 偶尔还是会想起你 我会好好照顾自己 让回忆轻轻的睡去 hello大家好 欢迎您的留守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 伦敦华语广播娱乐七天 我是子涵 我是Tracy I'm Lily again 今天是最后一段了 今天我其实一直想找一个 怎么样囊括一下 我们今天刚才讲过的所有话题 其实之前上节目前 准备是说夜生活的 但是不由自主的 因为昨天输球太心痛 扯到了足球 包括丑到了大家刷微信的朋友 包括他们的照片以及简历 顺便吐槽了办公室的所有同事 在这里呢 不如我先跪下跟大家磕磕头 表示道歉好了 可是我磕了他们也看不见 对啊 你就给这个 蹬蹬两个声音好了 这样算我磕头了 而且真的有磕 其实真的有磕 都已经流血了 就很抱歉 今天没有一个 特别特别完整的话题 像平时一样 这点天南海北了 对 但是今天其实有两个大方向 没有错啊 都是一些我们生活中的 虚虚实实的事情 是的 就是我们设想的 那我设想巴西会赢 她没有 现实就是她输了 然后我们设想中的 这个简历上的女生 是一个仙女 她来到以后 你会发现她是林家小妹 就是一个 你想象中和现实中的 一个距离的问题 就是有一个预期 与事实的落差 所以我还希望 就像我 比如说以后 可以买大房子啊 养个猫猫狗狗 然后开保时捷啊 住那种大玻璃房子 这就是我的设想 但现实呢 就是你知道 就住在一个 只有落地窗的房子里 落地窗很不错了 你这是炫耀吗 没有 坐公交去上班 因为我坐不起地铁 这样说你满意啊 可以 然后崔晴 你每天开车去上班 你觉得会不会很躲 还没毕业 没毕业就已经买车了 原来是 原来是 有人抱呀 是吗 是那个娃娃吗 对 我还要给她打气去 而且20天内免费退活 她的名字叫什么 你们猜 她的名字就叫 吴彦祖 你是按照吴彦祖的形象定做的吗 没有直接把那些相片贴在脸上 肌肉部分也是吗 是 还没打气啦 回来了 你打起来看看 是不是等身高的 还只是就比较1米6的吴彦祖 有没有扯回来了 你赶紧扯回去啊 就是不知道今天的你的预期 和你以后想的 会是会有差多少 或者是今年的你明年的你又有什么不同 你给自己订的计划呢 能不能每年完成啊 反正我是基本上不太玩得到 但其实有一个说法是说 人根本就不应该计划 为什么 应该活在当下 是 但是 我有时间讲一个故事吗 你可以啊 就是 就是之前我有看到一个 就是一个漫画形式的 有一个人他当时身上 简单来说 就是只剩下一笔 一小笔钱 他进了一家店 看到一身高级的那个西服 他穿在身上 然后是boss的 然后他身上的钱 只购买这件衣服 包括他第二天吃什么穿什么 都没有了 但是他当时穿的那身衣服 一看镜子说 这个衣服在我身上真他妈好看 他活在当下 他当时就把这身衣服买下来了 之后他靠了这身衣服 他到那个街上 因为有人就是住酒店 他还之前有一个住的地方 然后他就跟那个老板说 他说 因为我第二天的房费 我已经付不起了 这样子 我如果去帮你拉一个客人过来 拉两个客人过来 你能不能把我第二天的房租给免掉 然后那个人说好的 然后他第二天就去拉了那两个人 那两个人为什么会跟他走 因为他穿了boss 所以 然后只好第二天 他的那个房租也就ok了 之后他发现这个很ok 他就自己随便去另外一个站头 然后找了一个房子 他租下来 然后贷款租了 然后之后他就用同样的方式去找人 因为他的贪图 我给他穿的boss 然后大家都相信他 之后他就在这边赚了好多好多钱 直到他随手就可以买一些boss 他的意思是说 你不要去给太多的预期计划 因为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 所以你活在当下 把你有的一些最好的资源请用掉 因为资源不用的 他是会走掉的 然后之后你就可以到达 人生见风 允许白富美 Tracy 你觉得这个boss的软告 打得好好啊 超美的 是不是 是是是 但是中国人讲究一个就是 未雨绸缪嘛 我没有的时候就在想 我明天没有了怎么办 所以老师我们就是saving 我们在储蓄 他们就在信贷消费 所以说我们 观念不一样 对啊 我其实真的是有在 我是存在那种吗 我是按计划完成的那个人 你真的是会自己定计划吗 我是有计划的 所以我就觉得 那个boss的故事还是蛮 蛮刺激的是吧 没有没有我觉得那个 但是就算知道你也不太敢尝试 让我的话我跟 应该也不会敢啦 嗯 他其实是 就是一定要有魄力 你不是这种人 你也不要这种事情 对 而且这个事情 其实也是蛮 靠运气 我觉得也是靠运气很重要 确信你 还是把 找个男朋友的计划列入 你的规划内吧 没有没有列入 因为我已经买到了 你那个是在中国订做的还是这边 这个我们就撕下来好不好 好 那这样好的话我也订一个好吗 好好 今天跟大家讲的太多大大会啊 不影响大家看球了 那个我们也要赶回去看球了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周再见 拜拜